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部影片又回到Pokemon劍盾的小情報 鑑於快出Pokemon劍盾的新版 所以有很多偷飽的情報出來了 外國的話多數都會從外國流出來 即是一些精靈的樣子、精靈圖鑑、種族籍、特性等等 今次也不例外,今次也有很多新的情報 首先看看巴哈的一個文章 他有一些新的特性,我們都可以看看 有一招叫螺旋尾巴 忽視改變攻擊目標的招式和特性 魚夢特 這個應該是解他的夢特性 魚應該是噴了一條魚出來的那隻 應該是 忽視改變攻擊目標的招式和特性 這個不太清楚說什麼 可能要看英文才知道 但我們之後再解釋 鏡子海格反射降低能力的效果 這個不錯的 這個特性有用的 因為如果對著對方用威嚇的話 可以反威嚇對方 其實也是挺特別的一個特性 如果有雙威嚇的話又會怎樣呢 不是,應該是說一隻威嚇 然後兩隻雙方都有烏鴉 怎樣呢 這個很有趣的一個技能 也是挺厲害的一個特性 我覺得 一個很強勁的特性 下一個 建定忽視改變攻擊目標有個夢特 忽視改變 什麼叫忽視改變攻擊 這個逆些什麼呢 忽略對抗精靈的能力和招式技能的效果 哦,這樣看就好很多了 簡單來說應該是不會受到對方的招式的後續技能影響 我估計啦 忽略對抗精靈的能力和招式效果 大概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下一個 龐黑搖滾增加聲音技能傷害 暫會受到一半反傷 一半反傷電獨進化 一半反傷增加技能 那要看看加多少傷害 通常都是1.2或1.3的聲音傷害 例如那些什麼高音啊 或者是水技的什麼之星啊 或者是妖精技的吸收之吻等等 啊不是啊 吸收之吻不是啊 嗯... 對啦那些啦 我一時之間說不知有什麼 什麼高音的那些 這隻叫 吐沙受傷後變成沙暴天氣 地面蛇特性1 受傷後變成沙暴天氣 嗯... 這幾飄忽啊 暫時想不到怎麼用 冰子良片減半特殊攻擊傷害 冰蟲蒙特 如果是這樣也可以啊 如果是這樣這個都還可以啊 造盾應該一流 但是種族席來講應該有點差 模仿屬性因地點變化 亞種黎巴語 亞種黎巴語 嗯...屬性因地點變化 如果是這樣呢 在室內... 即是打WiFi Battle 應該就沒什麼特別了 如果室內的話應該是屬於普通系 或者草應該不會 應該普通 下一個 玻璃清潔員 玻璃清潔員是不是吸半小丑呢 當在場時無效光牆反射迫極光魔效果 對啦 這個吸半小丑特性2 這樣的話其實可以說是 做一個拆除光牆效果的一個特性 但是變相雙方都沒得用 雙方都沒得用這個反射牆的減半傷害的一個技能 鋼之雲增加同伴降系技能威力 亞種黎黎進化夢特性 這個頗厲害 這個頗厲害的 如果那隻貓貓 如果那隻黎黎怪 是作為輔助的話 那雙打是有用的 譬如有些... 不過我不知道今集有什麼降系 因為Pokémon劍盾有很多Cut了 所以我也不清楚這招技可以輔助到哪些降系 聽說巨金怪都沒了的話 可以輔助一些什麼降系 我都不清楚 殘破新區 受到直接攻擊時 自身和攻擊者三回合氣絕 除非換精靈 這個大概知道了 這個就是說 受到攻擊的時候 雙方都會進入一個滅亡之哥的狀態 滅亡之哥都是三回合的 除非換重 否則都會繼續 這個大概知道了 幽靈珊瑚應該就是太陽珊瑚的加拿爾地區猛 游蕩鬼魂多 受到直接攻擊時交換彼此特性 這個算不算厲害呢 這個也算是可以 即是吃別人的特性 這個還好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有趣不可以說特別厲害 只能夠說有趣 究竟可以有什麼用途 暫時就要等... 等出了才知道 因為暫時未知道可以怎樣用 大星星戰術 增加自身功力 但只能使用一招招式 只能使用一招招式 其實這個就... asking也回答 已經想加多少 只要用一招招式 ajjong 就真的 那總 tenerlo 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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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算是挺強SP 因為我覺得 你能夠增加自身攻擊 使用一招技能的前提下 你一定會放這個 講究系列 Eleger 了 這個講究位或講究頭巾 � Amy 砖頭 �á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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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 relaxation �ág �ág 蝦 薄�ág 那個 所以其實這個也挺強的 譬如說雙打的時候 如果對方沒有一隻可以頂到火的話 其實你可以出這隻之後不斷大火推死都可以 但未知道所有種族值那些 我們下去看看有個閃光蟲 我們輕輕戴過不特別看 因為都...嗯... 看樣貌真是一般 這個很噁心 這個就是鬼盤哉的進化 加拿爾地區版 其實...都頗有古風格 古埃及風格的一個精靈 他的外貌 嗯...這些就不特別說了 這隻好有利多後利多王的樣貌 這隻不知是甚麼 哥基 哥基是頗特別的 哥基我覺得頗有趣 吸本小丑 這隻吸本小丑進化 奇奇怪怪的 這隻是... 彩虹馬 小火馬 然後... 湖 珊瑚 彩虹馬 還有沒有呢 這裡還有 這個應該就是... 對了 這個就是... 但摩發發 但是他已經... 看款式好像過了屬性 他變成沒有很大火腿 OK 那我們看完那麼多了 我們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就是有關於更新的情報 這個劍盾偷跑出來的情報 他這裡就跟我上一條片有不同 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看到有奇異花 黃色的格子代表在這個地區沒有要有舊版傳送 即是說這個地區沒有你要有舊版傳送 很簡單 白色那些就在加拿爾捉到的 紅色那些就宣佈已經沒有了 死亡 那我看回其實跟我看過的都差不多 沒有記錯 讓我看看 輕輕快立 看看 超萌萌 萌萌 這些 萌萌萌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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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 千針魚 巨鹽銅螺 都是沒有 雪拉比 班格拉 貝貝龍 不是不是 啟布龍都是沒有 貝貝龍 當然都有 那... 鯨魚有 美納獅有粉 接著就... 珍珠鑽石這裡,有波道勇者,路卡利歐,沙隊,黑白的御三家全部都死了 然後後面那些都沒有什麼特別,岸魚我記得之前都沒有了 然後化石沒有了,灰塵山有,佐拿克上次都沒有 鰻魚,赤麵龍,師傅油,白白流水油全部都不見了 三頭龍有份,最早期已經知道三頭龍有的 三劍士有份,水馬王,魷雷武,紫克羅姆,雷希拉姆都有 然後到XY的御三家,全部都死了,隱華都死了 火神,火鳥也沒有了,火準 然後其他那些,劍鬼有份 劍鬼都算多人用,劍鬼在雙打來說都多人用 超能貓有份,章魚也有份 然後後面那些我記得都沒有什麼分別 這裡應該有改了,新溫的御三家也有在 上次那條影片就寫到沒有新溫的御三家 但這次就復活了,除了御三家這三個 新溫的御三家之外,奇異花和水戰龜都得以保存 而其他那些都是全軍覆沒 看看,快了,全軍覆沒 就如剛才所說,巨金怪都已經不見了,所以可以輔助的降系 我們一會再看 其他那些,沒有蘭堂花,上次都沒有蘭堂花 然後沒有了沙寶,沒有了這個碎綿紅 這個美紅,迷2Q有份,格龍有份 卡布四神完全不見了 科斯莫古這裡有,科斯莫古,獅子,還有那隻蝙蝠都在 咦,有這個... 萊克洛茲馬,還有馬夏多,沒有錯名字 還有那隻電貓,咦,有這個... 美六坦,上次我記得沒有美六坦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精靈 跟上次的片段相比之下,有沒有不同呢 我今次多了的就是奇異花 以及就是新溫的御三家,雖然就不太特別 但是可以進入這個火斑貓也不錯 因為相當的對戰來說,火斑貓也是很必要的 其實是很必要的一個精靈 好,那圖片先看著這麼多,然後到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就是一個Pokemon的一個資料庫 應該是暫時的,可以大概看看那個精靈有什麼數值 這次最主要看的就是沖油冰 我想看的,沖油冰 沖油冰,加勒爾地區特有那些 那我們先由沖油冰開始看 沖油冰,62-135攻擊,95防,68特攻,82特防,65速 嗯...攻擊超強 但是血量有點低,血量有點低,防禦不可以說太差 是速度和血量有點低 其餘就...沒什麼特別 但是技能方面就不知道,不知道有什麼技能 好 泥巴魚,泥巴魚...這隻泥巴魚 好了 這隻泥巴魚的話,偏向防禦多些 防禦和攻擊多些,這個加勒爾地區的泥巴魚 好啦 那...雖然這個是Pokemon劍盾的精靈數值 但是都不知道 一天到最後都未必知道 可能這些都未必是真的 那我們純粹當參考 145特攻,130特防 會不會太高? 會不會... 很厲害啊,這隻是什麼屬性 鬼屬的珊瑚,超厲害啊 這個屬性 不是不是,這個的...總組值超厲害啊 145特攻,130特防 50防 好厲害啊 這些是特攻手來的 這些是希空特攻手來的 死神版,下一隻了 到 145啊,105啊,都是沒什麼特別 都是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啦,跟以往那隻 死神冠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看 到 烈焰馬 烈焰馬都是沒特別 變成超能力的妖精 超能力妖精 然後是速度型 100攻 沒什麼特別看,數值都沒分別 到這個 吸本小丑 應該就是吸本小丑 吸本小丑 110特攻,110特防,70速 這隻是由吸本小丑的那隻進化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都還可以的 相對來說 平均是70以上 70多以上 而且他都有110攻,100特防 75防這個都挺難得的 但是那個屬性就有點差 冰超能力偏偏是最多的弱點 講到冰已經有3個弱點 超能力的話就有1,2,3 應該6個 好,現在看看這個 吸本小丑的數值 但是他這裡沒有說 吸本小丑是不是可以進化這隻 但應該一樣 名字不同 名字不同 你會看到RIME 這裡是MIME 數值上 我想應該都是進化 兩個屬性都是一樣 喜劇演員 屏障精靈 相信應該都是 對 而這兩個的種族值有不同 90速 這隻有90速這麼高嗎? 吸本小丑 吸本小丑有90速 我們檢查一下 真的嗎? 我記得不是很高速 真的有90速 不好意思我沒有記性 有90速沒問題 100速 不知道是不是進化 但如果真的進化的話 這個數值不錯 不錯 不過現在 現在的能力差不多去到 8,2,8,3,8,4 攻擊或者特攻的話 其實這些都算是普普通的平均型 好 到達魔忽忽 達魔忽忽的普通型態 這個黑白的 黑白的夢特性達魔模式 先看這個 這個達魔模式 哇這個達魔模式超高功 不是超能力的 真的不是特攻那邊 這個呢? 這個就... 這個都是140攻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那個奇怪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就是黑白的 他轉了達魔模式 特攻就會變高 攻擊變低 但是這個普通兵系的原本狀態 就是140攻 變成達魔模式160攻 但是就... 嗯... 相信來講都挺厲害的 相信來講都挺厲害的 OK 那我們飛下一隻 多龍巴萊托 這個應該就是劍盾的龍系 142速度都挺快手 挺快的 120攻擊 100特攻 典型龍系的攻擊數值 龍鬼鬼龍 鬼龍這個屬性 其實都... 嗯... 鬼龍都幾多弱點 鬼龍幾多弱點 最主要都是看他的... 性格 這裡有特性看 原來 不會因對手的招式而被降低能力 噢... 純正身軀啊 穿透對手平障和剃式 噢...這個不錯啊 穿透啊 好少可有... 即是未有一隻穿透重是這麼高攻 對手有一隻穿透是不是妖精那隻 噢...原來水晶燈火靈也有穿透 噢...水晶燈火靈我認識不夠快 噢...其實很多都有穿透 不好意思因為我不太熟 不熟啊 不過龍系尼康是第一隻 有穿透 OK 下一隻 這隻應該是大的... 這隻應該就是...神獸吧 或者是...究極異獸那類 嘩...沒有巨化 已經知道數值了 250防 250防 255血 瘋了 怎麼打這隻 毒龍 毒龍又是... 毒龍是怕些什麼 超能力地面... 超能力地面兵妖精 我以為可以看的 對啦 四個吧 嗯... 未有...未可以看技能 壓迫感 好 那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好了...看了一些數值來說 最重要都是看一些技能 我本身一開始很看好這個打魔忽忽 但打魔忽忽呢...沒有... 打魔忽忽呢...要變成... 變成這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形態... 打魔形態... 打魔模式才有火屬性 其實都...變相呢... 差不多必須要變 那我們再看一次吧... 弄得有點慢 呃... 本身如果... 我認為呢... 如果他是火系的話呢... 其實都無敵的 但現在是要變成了打魔之後才變火系啦 HP變為一半的時候 樣子會改變... 嗯... 雖然攻擊會提高 對了... 變相一定會被人打完才會變成... 打魔模式的形態啦... 這招是加多少攻... 他沒有說加多少攻... 嗯... 有好有不好啦... 好的地方真的很容易就爆死對方 不好的地方真的很容易被人猜到... 你會做些什麼之後... 對啦... 如果打雙打或單打的話... 可能會走啊... 或者換寵等等之類啦... OK... 那今次這條片就來到這裡先啦... 不知道這條片呢... 大家有什麼感想啦... 起碼就有奇異花和... 少少精靈啦... 我都還可以啦... 但還是沒有這個... 夢歌內啊... 還有這個藍唐花啊... 還有大部份的... 余三家啊... 現在余三家只得回... 心溫三代和... 奇異花加噴火龍... 不知道是不是看了我的影片之後呢... 發現... 原來奇異花都多人玩啊... 所以就馬上加回奇異花上去... OK... 那今次這條片就先到這裡啦... 喜歡的話記得給個讚啦... 還有Pokémon劍盾都會持續更新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內容的... 那... 還沒訂的話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病人 他口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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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也是誰呢...